来了来了 这段我最喜欢的剧情 原神海灯节的饭局 原来贵客竟是降魔大圣 久仰久仰 啊 钟离这一句话 怕不是要给肖CPU直接干招了 你说一会儿吃完饭 肖是不是要找个没人地方 给钟离嗑一个呀 不不不 我觉得肖只会觉得 帝君这么做必然有他的身意 这么感觉 不陶才是天理本理吧 是钟离的上司 又和温迪谈笑风生 而且以他的这个性子 估计雷声和草神也得被他压一头 嗯 网声堂一捅七国 指日可待啊 什么问题 哦 现在空了一个座位是吧 对啊 为什么不给派蒙坐 啊 就 派蒙应该坐婴儿一般 床云也认识虾 对 他俩一个人配的爷 我先放个考格在这里 没想到 今日既然能在堂主的帮助下 亲眼见到 降魔大圣 在下有礼了 问题是桌子上还有个阳王帝君呢 一会儿还有个不干正事的酒鬼 记得你说 定要让降魔大圣 知道驱邪方式的重要性 嗯 互相揭老底 示范剧没错了 这个行丘 念坏念坏呢 风带来故事的种子 时间使之发芽 总感觉 温蒂出现在除了蒙德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极度合理 总感觉这里 终于已经起了一身杀气了 人家两个都是老朋友了好不好 想要知道这一桌能做两个魔神 怕是打死也不来了 只能说就以温迪和胡桃这俩社交恐怖分子的能力 能让在座的其他人收拾不宁两个来回完全不是问题 所以 文帝这个眼神 哎哟 这两人哈 加一起八百个心愿子 萧和派蒙一人欠两百个是吧 好家伙 为了蹭上一口饭 从这里就开始布局了是吧 择物不如重物 请用桌上这个熏香的炉子吧 烧了这么久 里面的香料也快燃尽了 那么 就让在座身份最尊贵的客人 为大家细香点火 于是谁是身份最尊贵的人呢 以为 生生不死 于是身份最尊贵的人呢 接下来 由世界上最厉害的旅行者的最棒的伙伴 向当 挚友 派蒙 来为大家重新点上熏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